九九重阳 这个重阳的来源自然跟这个九是有关的 字面意思重阳,两个九 九为什么是阳呢? 在一经里面,九就是数字里面最大的 道,同样讲九九八十一 其实不论道了 我们自然讲的科学书学,这个数字九也是最大 但过了九之后呢,又是一个新的轮转 再来,就皈依了 六代表老阴,九代表老阳 所以九就敬老 至高无上的前挂 你说不对啊,这个后天九 不是离挂吗? 先天的话 也没有九这个数 有八个挂了 那当然你把中间这个加上 算上五的话 九还可以叫坤 反正都代表老年人了 因为数字四九 代表金 金 这个成之数 也就是前挂 那离火在天的位置 它此时也就是天 不管从哪个角度 不管从哪个角度 都代表着 这个九九燕阳天 最美不过西洋红 因为这个阴历的九月 它几乎 它几乎 也已经到了 这个 末秋 如果按 自丑一某来说 这个九月 九这个数字 就是虚月 也是火库 也是 代表着最后的回光 那个词我们就不用了 为这一天 古人非常重要 在传统节日里面 就是四大传说 节日之一 包括现在 我们国家又开始重视 定为老人节 我们这个人口老龄化时代 就应现在的这个景象很重要 那一些传统习俗呢 当然 比如说 茶猪鱼 猪鱼就是一种药材中药了 有去风去寒 去湿去斜 去斜的作用 那这个时候 包括喝酒 都是祝羊的 晚上 要记得泡热水饺 尤其天冷的地方 那这个对养生是非常重要 还有就是 吃虫羊糕 灯高 此时也是天清云淡 月朗 晴空的 在秋天 天地匹光 这个天地分的气 非常清楚 那就是这样 包括放风筝了 那古人还有很有趣的 把这个风筝的线 在高到一定程度 剪断它 那象征 代表着 天高热鸟飞 一种吉祥的 祈祷祈福 因为过去 老人 没尊位 没牵挂 那上天 一定是更高的 尊位 包括祭祖祖祖祖 这些事情 就是相对要做的 全都映了这个景象 映了这个 时候 那以及秋天 是收获的季节 此时还没有过 那说金秋十月 那实际上 这个时候 也差不多 而且那个十 跟我们节气 音力的这个九 都是差不多的 那九已经到极限了